在2021年3月 國稅局實施了新發 要求PayPal、Fanmo、CashApp等第三方支付應用程式的用戶 在商品與服務交易中獲得的銷售總額超過$600的時候 在去年國稅局連續第二年將這條新規推遲 到了2024年的稅季 基本申報門檻將從600元調高到5000元作為過渡期 究竟在什麼情況下需要申報? 當中包括哪些類型的交易? 什麼是1099k表格? 個人交易又會不會有納稅義務? 虧損的交易又可不可以對沖底銷收入呢? 為了解更多 我們邀請了國稅局通訊與聯絡部外展員李庸 為大家一一解答各種疑問 這個1099k的申報條例 一直以來有一個申報條例 就是從第三方收款的申報 一直以來我們過往的舊例 是如果你由第三方這個平台收到款項 是超過2萬元 以及單年超過200次的交易 在年底的時候會收到一個表格1099k 而在2021年推出的ARP計劃 將申報門檻由2萬元降至600元 那預計會有多少市民受到新規影響呢? 我們暫時的估計是 如果這個條例實施的話 我們國稅局每年會增加大約4400萬份相關的表格 目前國稅局每年收到的入息申報 即是1040系列的相關表格為1.5億份 意思即是大約每三人就會有一個人因為新規 而需要填寫1099k表格 那在2023年報稅季度的門檻是否維持舊例呢? 即是2萬元以及200筆交易的情況 雖然申報門檻仍然維持舊例 但有關公司仍然可以發送總金買超過600元的1099k表格 那5千元的門檻又會是何時開始執行呢? 作為2、3年是一個過度的年份 而2、4年同樣作為一個過度的年份 只是採用一個5千元的門檻 即是由2萬元下到5千元 5千元是否指全年的總收入? 這個5千元是一個全年的總收入 如果你的全年總收入是超過5千元 在第三方平台上 你會收到1099k 不再有交易次數的限制 那又預計何時會實施600元這個門檻呢? 沾下來會否有其他過度的年份 我們現在暫時未清楚 但總體的目標是一步一步下來 最後達到600元這個門檻 相關的計劃和條例是何時通過的? 這個美國救援規劃簡稱英文是ARP 是在2021年3月的時候通過的 那究竟ARP是一個什麼計劃呢? 當時通過的話有很多相關的條例 其中我們民眾認知最為之多的是 向我們的美國民眾 每人派發1,400元的經濟援助援助金 除此之外 計劃亦都包括很多相關的條例 例如增加疫情的檢測資源 以及撥款重開學校等 而當中亦都包括報稅表格 1099K的申報修例 在什麼情況底下 民眾會收不到1099K表格? 譬如說我們在平台A有3,000元 在平台B有2,500元 這兩個平台都不夠5,000元 所以這兩個平台都不會出一個1099K 給這個納稅人 那這個情況 納稅人是否需要為他收到的 3,000元和2,500元進行申報呢? 無論你是否有收到那份1099K表格 如果這是一個應稅收入的話 你都要進行一個申報 也即是無論民眾有沒有收到1099K表格 只要全年總收入超過5,000元 也都有申報的責任 需要自覺地在個人報稅表格上填寫 如果大家在2024年度 會使用這些第三方的支付平台 有超過5,000元的情況下 建議大家從年頭1月1日開始 做一些相關的記錄保存工作 怎樣定義這個交易是否屬於收入呢? 例如你出賣一些個人的物品獲利 或者是提供一些個人的服務而獲利 這些就是收入的情況 個人交易例如和家人或者朋友攤分帳單 在室友那裡收到用來分擔公寓的租金 又或者是來自親人的禮物等則不受規範 那民眾會在何時收到1099k表格? 按照規定第三方平台在每年年初1月31日前 向我們國稅局申報 遞交相關的1099k表格 也就是民眾將會在每年2月初的時候收到表格 那怎樣區分平台上的交易呢? 我們在轉帳的時候 通過第三方平台分清楚 這個轉帳屬於商業的轉帳 民眾也可以直接開通一個商業帳號 為每一筆交易寫下備忘錄 因為一般第三方平台有一個選項 說這個轉帳的目的是用於商業購物 或者是用於其他轉帳或者是什麼原因 如果民眾轉售門票又或者物品呢? 如果你獲利的話 是屬於產生一個獲利的應稅收入 舉例來說 譬如我去某個演唱會 我買了張票200元 然後轉個手離 在某個平台那裡 將我這張200元的演唱會票 賣了1000元出去 那這800元的獲利呢 是在這個叫做應稅收入 是要進行一個申報的 例如一宗交易裏面 有部分用來自用又或者轉陣 有部分用來轉售 民眾只需要申報轉售部分的成本和利潤 那商業交易裏面的虧損交易 又可不可以對沖抵銷收入呢? 個人的虧損是不可以進行一個稅務的扣減的 例如我不可以說我賺了500元 這邊賺了500元 那邊虧了100元 對沖之後 即是說我只賺了400元 我只報400元 這個是不可以的 這個情況又應該怎樣申報? 舉例來說 我買了這套票是300元 我轉手賣了200元 但賬面上我是虧了100元 稅表上面還有一個叫做調整項目 將我100元歸零 所以變成是不能扣減的 1099K其實和大家熟悉的1099納稅申報表很相似 都是用於申報成本和收入 詳細的申報填寫問題 我稅局外展員李庸建議大家 直接尋求專業稅務人士幫助 對於企業東主有沒有什麼建議 以避免帳單混亂? 最好的建議就是 將個人和商業的交易完全分開 開設一個不同的帳戶 如果你不分開的話 我可以打包單 百分之九十多的人都不會記得 如果違反申報要求將會有什麼影響? 如果是在申報過程中 或者申報過後 發覺有什麼遺漏或錯失的話 建議立即找一些稅務專業人士 或者大家也可以通過自己的稅務軟件 提交一個修正稅表 如果民眾對需要申報的事項感到疑惑 例如認為應用程式的計算出錯 應該怎麼辦? 第一個大家可以做的 就是聯絡付款人 叫他們提交一個修正的1099k表格 第二個選項 可以聯絡第三方平台 要求他們進來修正 如果我是支付人的那邊呢? 一般第三方平台都會有一個選項 這一筆款項是商業購買物品 或者服務 或者是私人的付款 記住你取得一個相關的款項 因為如果你選錯了 便會造成一個麻煩 如果民眾想了解更多 和1099k相關的事項 可以怎樣做? 在我們國稅局的官網上 有一個專門的頁面 解釋有關1099k 大家可以上到我們國稅局的官網上 三個特別要點 IRS、GOV、斜綱 1099k 國稅局官網也有繁體 和簡體的中文翻譯 而對於申報條例門檻的調整 民眾又可以怎樣發表意見? 如果大家有什麼相關的意見和建議 歡迎大家來告訴我們 然後我們會向上層反映這些意見 作為我們以後進一步調整 作為參考 天下維視記者黃靜採訪報導